好啦,我又回來了 剛忍不住,因為拔不開來 所以呢,就打給他們的客服 剛剛有曾經拔成功一次 好了,就教大家怎麼拔開吧 據客服的回答,他說 因為這次他裡面這個吸鐵的吸力做得比較大 所以比較穩固,就會造成一個結果 因為這個很短,我們拔的時候不好施力 所以呢,就會拔不出來 所以呢,我們就要拿剪刀 天啊,可是我發現我的剪刀才用過拔他拔一次 我的剪刀就斷掉 好吧,可能他的材質用得很堅硬 我覺得這是個好事 好啦,拔的方法,他說因為利用槓桿原力 所以呢,我就是剪刀這樣子 就是夾著他,用剪刀夾著他往外拔 然後他就會飛出去,我就要去剪他 對,所以呢,他說最好的建議的方式是 他說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他的家長桿 長長的,長型的 所以我就只要拿著家長桿 就不用再一直,就是如果要拔的話 就用家長桿去拔 然後就把家長桿揍進去 那因為家長桿他比較大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比較好施力點 因為可以這樣子直接用手把它拔出來 施力點面積比較大 然後就拔出來了之後呢 剛剛那個飛槽了 我等我錄完再去剪他 然後再把這個放進來 好,所以家長桿拔出來的時候 應該就沒吸鐵了吧 這家長桿也是有吸鐵的 這是搞什麼東西啊 可是家長桿這邊拔起來 就不會那麼那麼可愛 好啦,反正就是家長桿 用進去 我決定了 在他這兩次我都拔不出來的前提 我決定兩個我都要用家長的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 然後兩個我都有施力點 所以比較好吧 好啦,那可能這個是對手腕力道 比較不夠的女生而已 就例如我這種 不是說很柔弱 我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施力 才能讓他拔得出來 好啦,那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待會就要來去做我的實驗了 好,大家掰掰